欢迎来到今晚的NBA Today 来看到美国来奥运自办热身赛 要碰上加拿大 那阵容豪华的美国队 其实在第一节是有点当机 处于气氛落后 但是要立一拼奥运五连霸的美国 在第二节马上加压防守 最后也顺利的逆转 其中LaBron James和Steven Curry 更是上演漂亮的空中接力 点燃现场气氛 最终比数是86比72 美国手下胜利 为了挑战奥运五连霸 美国男男自办热身赛 在拉斯维加斯点燃战火 首场迎战同样全NBA球员先发的加拿大 前来踢馆的风夜大军 开赛趁着美国队进攻当机 Shake Gilders Alexander以及RJ Berry 两人接连标进三分 拉出一波11比1的进攻高潮 打得美国男男措手不及 但是重心云之的美国队 此时谋神Steven Curry跳了出来 结果队友传球外线伐炮 闹出球队及时直屑 最后Anthony Edwards一记漂亮传球 注重给Ben Artbio篮下扣进两分 但是开赛挖的坑还是有一点大 首阶比赛打完美国是以七分落后 但是身为奥运卫农军 他们及时做出调整 除了从防守端展开加压 进攻更是人人有跟练 Edwards先是中距离接连命中 逐步缩小差距 之后Devon Booker稳稳跳投命中 顺利逆转比分 而领先的美国队也越打越华丽 LaBron James抓下篮板后快传前场 让Gali大神再用一个招牌背后传球 帮助Juade篮下放入两分 而且Jason Hayton上半场独秒阶段 更上演华丽转身取分成功 美国第二节打出27比12攻势 翻案以8分领先结束上半场 而一篮之后 Gali大神展现提早备战奥运的成果 不仅外线接连开炮 迁入篮下还能小上加一 带领美国队打出一波9比1的高潮 将分差一局扩大到双位数 但是隔一捧加拿大的球星们 也不是吃素的 雷提一哥SGA再次展现 外围手感标进三分 加上RJ展现空手跑位能力 两个人理应万和加拿大追到五分差 但是美国回应也来得很快 快攻反击中 Curry将球高高跑起 LaBron James跟进完成爆扣 这一刻让全场陷入沸腾 也是许多球迷期待的时刻 加上这一节最后一波进攻 Edwards 标进压少三分 让双方重回到15分差 而值得一提的是 首次打奥运的A1出身之独补卫虎 攻下全场最高的13分 而来到决胜节 尽管加拿大在Cambridge 篮下放五两分后 一度将分差再次缩小到各位数 但是Edwards 篮下双手扣篮 马上又将比赛节奏带回到美国队身上 而上届奥运夺冠军程Holiday 也展现进攻技巧篮下接连取分 帮助球队维持双位数分差 加上Edwards 之后在篮下 补上一记麻辣锅 直接奠定比赛胜负 而AD 本场替补出身表现活跃 达到10分11篮板外带四足弓 中场美国86比70的 击败加拿大拿下胜利 会凭奥运五连霸取得一个好彩头 好 不管看转播还是看Holiday 应该都对美国队接下来的表现 有蛮多期待 尤其Lebron跟Korea的空中节力 实在太销魂了 没有错 只是同一天的关注焦点 还得要讨论一下 Kawalina的退队事件 如此临时又突然的决定 让美国队在出征巴黎奥运之前 招来不少负评 巴黎奥运美国代表队的第一场热身赛 对手是同样充满NBA球星的加拿大 不过看Lebron跟Korea这两个老鬼 默契十足的空中节力就知道 想赢球绝对还是难不倒他们 只不过赛后关注焦点 更多却是放在临阵脱逃 不是 我是说临时退队的Kawaii Leonard身上 根据美国队官方声明 可爱其实身体没有受伤异壮 只是包含教练团队跟快艇球团 都担心他的息伤复发 所以才做出这个决定 但就算总管Grant Hill表示要向前看 相信还是不少球迷很难接受 毕竟Kawaii可都是已经拍了定装照 准备要上战场 才又传出走马换将的消息 尤其是当地步人选确定是赛尔迪克后卫 Derek White之后 同队的新科FMVPJalen Brown 更在社群上质疑 自己是因为美根赞助美国队的 勾勾品牌签约 才又一次成为遗嘱之汉 闹出这不小风波又该如何解决咧 确实以美国人才积极 只有十二个人可以选 肯定会有遗嘱 更何况不同的教练团就会有不同的思维 实在很难限缩到单一标准 只是结论大大看起来也不像只是闹个脾气 同队可都有三位球员入选啦 唯独漏掉FMVP洗泪哈喽 因此这样的换人举动 肯定对整体美国队发展造成了影响 至于会不会牵连到奥运的备战士气 我们也只能继续看下去咯 好看完赫家兄弟继续把焦点放在中华南栏 由于去年国际赛的成绩较为退步 因此和前规划洋将阿提诺解约 并且在今年琼斯杯跟吉尔贝克完成签约 希望他的加入可以提升 球队战力 好关心直安的球迷应该知道 这吉尔贝克的防守是相当强悍 那目前投入集训和团队配合的状况如何 我们一起来关心 中华南栏今年国际赛场表现 与过往相比不省理想 因此去年结束规划洋将阿提诺的合约之后 立刻开启补抢雷达 在本届丝杯赛前 完成以富尔摩沙梦想将的洋将吉尔贝克 aka高博凯的规划提升球队战力 而他本人也在进行随着中华蓝队 为即将到来的琼斯杯积极备战 这位新台湾人身高达到213公分 并且拥有出色的移动能力 在PLUSY更是连续两年获得最佳防守成人的殊荣 除此之外 与队上后卫的挡柴配合 也是十分出色 至于有多出色 就让本届中华队的后场大索林秉胜来为各位讲解 有了七天大胜背书 也让更多人更加期待高博凯 接下来能够与中华队传生怎么样的化学效应 同时中华队总教练突起也在他的到来之后 在集训期间设置更多元的战术 帮助他能够以更快的速度适应球队 并在场上做出贡献 队与队台采访报道 除了大币以外 刚刚画面上看到了林秉胜也是我们要关注的对象 因为他在前个赛季与联赛中南瓜多个大奖 并且在赛季结束后行使旅外条款 要前进挑战CBA 林秉胜透露其实大学时期就有挑战CBA的想法 随着经验的累积 对于这次的旅外更有信心 年度防守第一队年度第六人和年度进步奖 是林秉胜上个赛季获得的肯定 继前他离开效力两年的中心特工 加盟新成俊的战神 尽管没有获得太多看好 不过整季下来他们表现倒吃甘蔗 在季后赛更是扳倒了卫冕军特工 拥闯总冠军赛 而身为逐地的林秉胜也在收获奖项之后 行使旅外条款挑战CBA 我觉得首先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吧 大二的时候就是教育我说我之后要 要干嘛 打职业吗还是怎样 我跟他说我可能想要打CBA 他那时候笑了一下 就是陈辉教练 中华白的教练陈辉 然后他笑了一下 可是我一直以来都知道自己的梦想 跟我的路要怎么走 从大学时期就有旅外梦的起天大圣 毕业之后也曾去挑战CBA的选秀 赛测试表现不赖但并没有获得青睐 后来辗转到NBO继续磨练 回到台湾之后和特工签约 这几年也持续进步 并获得中华队的肯定 也让他下定决心要再次挑战CBA的舞台 CBA选秀将在七月底登场 不过现阶段林秉胜更专注在七月十三号 要进行的琼斯杯男子舞赛事 期待能替中华队打出好成绩 回到台湾采访报道